人物APP 是美感 不知道呢 听众朋友还记得你小学使用的课本 教科书的模样是什么 里面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插图呢 你有想过吗 如果小朋友念的教科书 也能像美术馆里面的画册一样吸引人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美感设计 教科书改造计划的共同发起人 陈穆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与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议题 穆天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是这个穆天是教大机械系 对对对 我念机械系 高材生 一般认为理工科的学生 应该不太会懂得美感 我直接问 美感很重要吗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我真的觉得蛮重要的 但是在我之前的 就是在念书的时候 可能不会有这种感 这么强烈的感觉 是我之前有一次参加一个基金会 时代基金会 那他把我们 因为那是一个比赛 然后他就会付所有的机票钱 反正就是全部都帮你包了 送你出去国外做参访 那那时候我赢了这个比赛 然后他们把我们送到丹麦跟英国做设计产业的参访 设计之都嘛 对啊 他们家具什么设计都很厉害 然后那时候去的 当下就是 那是个半个月的行程 那半个月看了很多设计相关的东西 然后你突然发现 其实不管是任何东西的商品什么的 他设计才是他真正的品牌价值 或他的附加价值 那因为刚好自己是念教大 所以教大很多学长 他们都做了非常多功能性很强的产品 对啊 所以你就觉得 这些很强的产品 现在我们在谈品牌 如果他在设计上面可以更强的话 那台湾是不是在这个产业上面会有更高的一个成就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回台湾 就是开始在思考这件事 就是我们到底能够为台湾的设计 或是美感上能做些什么 尽管自己不是念设计 也不是念教育的 是 好 你刚刚讲教育 这个就是我另外一个起头的线头 其实要谈你 要从两个方面来谈 一个是美感 一个是教育 你回来有强调 要从这个教育开始着手 我们台湾 这个是强调武裕 德式体群美 美是最后一个 排名最后 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武裕并重 但是美还是排在最后一个 可以看得出传统教育 对美裕并没有这么重视 不过一定要想一下 为什么你强调美裕的重要性 而且要从教科书开始着手 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多人在 就是前辈他们在做这件事 他们做的通常常见的就是办一些展览 然后做美术馆 其实我们台湾蛮多间美术馆的 可是我后来开始跟台湾的学生聊天 然后问包括我们自己朋友生活周到的经验 其实一个小孩子一年真的有时间去美术馆的 真的不多 可能一年去一次 多的话大概大多数状况是两三年去一次 那我们又问了欧洲那些朋友 问他说你们为什么 尽管是理工科系 他们穿衣服 他们会练跳舞 他们的艺术造诣都很高 问他你学校是否有特别教育 国家是怎么做的 他们说没有啊 因为就在这个环境里 我一出生看到就这样的建筑物 大家穿的衣服就这样 看到广告就是这么高水准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那是不是我们的方向还可以再多一个 就是更普及化 然后耳濡目染 用生活周到的去感染 例如说你可能去一趟美术馆 那种感染是很强烈 但是他就有一点点时间 对但是我们认为像练数学一样 你或是学英文 学英文是更好的比喻 你不可能一天背单子 然后一年都不念 你一定会忘光光 语言这东西 他的学法就是 我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 所以抓到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去看台湾的小孩子 在整个成长过程中 影响他最大的 他看到的时间点最长的是什么 就是教科书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想说 或许这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不过谈到教育 一定要谈到你自己 对不对 你对教育应该感受特别深刻 你会认为台湾的教育 缺乏想象力吗 一点对啊 一点为什么 一言又止 OK 为什么你自己的成长背景 有这样的经验吗 对啊 因为我小时候就属于那种 就是很皮 然后很有想象力的学生 自己讲自己有想象力 好像有点害羞 反正就是学校他 他并不会把这个看中 因为大部分还是考试居多嘛 包括现在他们想推 我看国家很想推那个 十二年国教 或是多元化升学的方案 很多家长他还是 没办法去接受 所以我觉得在根本上 就台湾整个这样结构 不管是大家的想法 或是一些意识形态 这个确实啊 不只是学校啦 就包括家长 就很多很多的问题 导致很多学生 他其实有想做的事情 或者他有很多想象空间 但是没有机会去发挥跟学习 木天为什么会成为 现在的木天啊 其实是有一段这个经历的嘛 对不对 那个其实你不要看他这个学历啊 这个刚刚有谈到 就是说他是交大机械系 感觉是高材生啊 然后建中 那这更是应该很多 家长心目中的第一志愿啊 但是呢 他在之前啊 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啊 是不是 算啦 算是 不断的制造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改变 让你可以这个上建中呢 是你原来功课就很好吗 我功课没有到最好啦 所以说实话上建中 也是运气运气 那时候我们 是猜题猜中 对啊对啊 因为那时候很难耶 那时候 那时候好像错超过四题 就上不去了 是 那很夸张 那个因为我忘记 我忘记叫两尺吗 还是什么 扣分方式很奇怪 所以真的还是 真的运气还是要 你知道都要很完美的 都都达出来 那主要是我 国二那一年后来 学校就很生气的 一直不断找我爸妈 因为我就太闹了 所以后来他就 怎么说呢 你在闹什么 我不觉得我很闹 你是青春期八座 你不知道上课来干嘛 没有老师可以跟你解释 然后你问他 学着要做什么 他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他说很重要 但他就讲一些什么 去学校就是要先学 对啊 你身在好学校 你就好工作 可是他也讲不太出来 就是这个东西 真的对你的价值什么 对我来讲 我会认为说 好工作 什么样是好工作 我如果去外面打工 我去夜市摆摊 为什么不行 对啊 why not 所以你就这样跟老师说 他也说 没有不行啊 但是你看这样子 社会地位 你看你这样 那以后如果有一天 你不能做怎么办 我说那我可以开两间店 我可以当老板 你在夜市 他可以当老板 一间可以变两间 如果假设我不要念高中 我现在就去夜市努力 我觉得以我的这种 很会说 然后很会组织 我应该是可以 做生意做得很成功 那如果我的钱都赚得 可能比老师你还多的话 那我的价值在哪里 那有没有教人去外面发现 他们其实不懂 为什么要念什么 他就觉得你就先念就对了 所以有些孩子 他找不到念书的意义 就像我这样 我就每天玩啊 就觉得好无聊 为什么要坐在教室里面 应该有更有趣的事情 对 所以就 课业那个时候 有荒备掉吗 就是不是那么好 就一直往下掉 然后爸妈就觉得很紧张 然后一直被寄过 然后就赶快把我转学 然后转过去之后 那时候觉得 大家都看不起你 然后大家都觉得你不可能 然后那个态度都很糟 所以你就很想说 好吧 就那一年我就拼一点 就是认真念书 然后反正大家都说 念书会赚大家钱会干嘛 那你就好吧 那我就花时间 一年的时间就认真念 所以那时候就很拼 那时候是赌气哦 一半赌气啦 OK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 真的就这样子 就狂见钟了 也有运气啦 真的是有运气啦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 我一直觉得 我大概就落在成功 就是我完美的表现 但是你知道 那个量子分数真的是 你只要 错一题 就会差非常多 对就掉一个志愿嘛 那我只要再多对一题 我就再上一个志愿 大概就这种概念 对所以那时候就很幸运这样 OK 好啦 但幸运的事情 不可能每一年八十 是 所以我后来就 大部分的同学 他们都进台大嘛 然后我算是 其实我的排名在班上 在建宗里面不是很高 叫他机械系 我们就是很后面了 其实 证明 我那时候觉得 真的自己 好像对念书这件事 真的不是很在行 你家常会伤很多人的心 不过我一定要问一下 建宗 很多加上你的心中的第一志愿 很多学生进去都是以念书为最高的原则 要考上台大为第一 第一目首要的目标 但对你来讲 建宗有改变你什么吗 很多 我觉得那个建宗老师 他真的是非常 很像大学 我觉得可以说 他提早给你大学生的待遇 像我高一的那老师 资金很感谢他 他的价单都乱钱 然后我上课都十点之后 才去班上 然后很随性 然后要干嘛就干嘛 然后 这种放任式的制度呢 会造就很两极的效果 对啊 就是有些学生 他就自由走去 他想做的事情 但有些学生就 就掉到谷底 都有 反正他觉得你大人了 然后就 让你们自己来做 你自己想做的事 那那时候 你除了 当然是那个环境关系 你也认识很多 很厉害的人 所以你会觉得 哦 念书这个东西 好像不太能跟他们比 还是比较好 是 因为你永远念不赢他们 不是说 他们真的是天才 或干嘛 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太多的天才 只是他 真的比你认真 所以认真 不是说 你一天念十个小孩 他一天念十个小孩 他从 可能从小学的时候 就在念了 他多念了好几年 他累积下来的 那个脑袋 尽管他没有学过物理化学 可是他就是比你有sense 他比你容易快开窍 国文 社会 历史 都一样 他以前看了太多历史故事了 他的直觉就是比你强 你赢不了他们 对 所以你做什么决定 我做什么决定 我就决定就是 做我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就完全看开了 那 我就觉得 我可能很擅长 想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然后去组织 规划 做一些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 也许像 走创业的路 或者什么 可能会比较适合我 但是我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他在毕业的时候 他不是功课最好 因为功课比他好人太多了 但是他就做了一些 就是把大家的衣服 收集起来 然后分送给一些 偏向的学校的小孩 或者他觉得很浪费 你的体育服你不要 但是你放在家里 放灰尘 有什么意义 那还不如送给别人 然后他最后毕业的时候 就有上去致辞 他上去致辞 功课这么多好的人 都没有上去致辞 为什么是他 所以那时候就让我觉得说 其实你可以发挥 更大的价值 而不只是在单纯赚钱 对 建宗改变我两个 第一个是 你要做自己 最擅长的事情 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念书 对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 只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找到发展 他不一定要念书 你才可以赚到钱 才可以养活自己 你可以找到更大价值 然后第二个就是 其实你可以做 其实是比赚钱 念书更有价值的事 对社会产生影响力 所以你找到了第二个方向 对 有点像是这样子 但是升上大学之后的 那个学生会长那段经验 才是真正打开我说 哦 原来我可以做多大的事情 怎么说呢 因为那时候 你就开始参与学校事务 然后你可以跟校长开会 你就觉得 哦 我们是可以改变学校的 然后间接的 你去看到很多 其他学校的学生会长 像台大 政大 他们在做的就是 更政策方面 他们可能会想要去影响 社会了 已经不是在自己学校内部了 所以看到童年龄龄的人 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觉得如果他们可以这样想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想 所以那时候算是一个格局 更大的一个打开 然后一直到后面 包括我像出国的经验 然后交换的经验 这些东西 然后才开始觉得说 你像教科书 对 可能人家一开始听到说 你又不念教育 又不念设计 你才20出头税 你搞什么教育 神经病 先把自己养活 对 可是因为经过前面这些事情 就很多 各种因素参与下 你就觉得他应该做 然后你也可以试着去做看看 无论如何 告诉你们是说 木天他真的做 OK 他做到了 但是做了有没有成果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讲 不过我一定要问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焦点先拉回到 教科书推动美感计划 这件事情 万事起头难 你当时回到台湾之后 你做了什么样的计划 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想改变 影响台湾教科书 是 但是我们不知道从何做起 所以一开始是跟很多人简报 长辈简报 可是长辈 我们本来想说 我们把这idea给别人 别人就可能认真去做了 当然没有 就是没有人会理你 他会觉得很棒 或是不认同什么 不管怎样 反正总而言之 不会有人去做 只有你自己才会去做 因为这是你想出来的东西 好 那我们要开始来做 可是又没认识设计师 然后也没认识学校 所以那时候有点 机身蛋诞生机 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我们透过 一层一层的介绍 说好不容易 一个老师说很有趣 但他不行 然后换下一个老师 他介绍他朋友 到一个新竹香山的大湖国小 那个罗小 蛮开放的 他们很愿意尝试 所以那个学校老师 就跟我们说 好那我一个班级 那你要不要来试验看看 我们得到老师认可之后 好开心 因为有了这样的认可之后 我就可以转回去找设计师说 你看我们现在有个计划 是跟学校合作 然后他就觉得 好像是真的计划 不是说你叫 因为如果跟设计师 我们现在设计一本课本 然后怎么样 他就说 我干嘛跟我们设计课本 可是如果跟他讲说 有个学校的学生正在等 愿意 对合作 然后这个计划是跟学校合作 然后我们未来会怎么样 他们就会比较相信 那时候好不容易凑了 凑齐设计师 然后就先做了第一本出来 对啊 然后现在 有了第一本出来之后 我们还没有钱 可以印或是干嘛的 所以就赶快把这个东西上网 po上网 然后去募资 FlyMV有一个群众募资的这个平台 然后就很多网友觉得 哎不错 然后就赞助我们一些钱 让我们有印刷费 然后有了 这很好玩 就是一个一个签一个 有了这个赞助平台的网络上曝光之后 就有一些媒体来报导 然后媒体就在带媒体 然后每一次的媒体带来之后 就会有一些设计师或学校或是什么 就更愿意来合作 投入 投入 所以对就是有点像 我觉得跟创业可能也有点像 就是到处想办法去凑 然后继续往前开 那个船都你知道破破的 赶快一些就先开出去了 是 然后慢慢在路上凑齐 所以告诉你 就是有这个想法跟这个梦想的时候 不能只是等对不对 对 一定要先走的再讲 对 先开出去了 你会想到办法把 继续航情下去这样子 把船先开出去 再看看哪里有鱼 然后那个相互的这个渔船会越来越多 我一定要问一下 你那个时候资金跟人 怎么找到 要多少 应该是怎么样 水位要到多少 你们那时候才可能可以去印刷呢 那时候 我其实不用太多 大概就是个 四五万第一批 然后我后来募到了二十多 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做第三本了 是 对 然后就实验性质也是这样合作 然后不断的改进 对啊 人呢 人吗 设计师吗 是 设计师就是 就是真 就是我们做影片 然后背后说我们需要设计师 然后大家有兴趣加入 对啊 或是像我们在节目上说 哎 有没有听众认识 不错的设计师 也可以来找我们 OK 所以很多人都毛遂自荐 对对 就是很多很热情的人们 就很谢谢他们 哇 那整个过程应该让你都很感动哦 对对 就是挫折感动 感动挫折 然后不断往前行这样 好 那你刚刚讲自己讲挫折哦 最大挫折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真的还不够在行 所以在跟设计师沟通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不太懂他们的 就是那个专业 所以很多他们的东西我们会 不知道怎么去 沟通 沟通 对对对 有点像这样 就他可能说这个东西他的困难点 但我们可能听不懂 然后或是他们很忙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 都没有拿配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也都是义务帮忙 那在这过程中 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对 就是例如说我有付钱 然后大家都有钱赚 那当然就是大家很开心 但是没有钱赚 就只为理想的时候 其实他中间会有 沟通上磨合上的一些困难 而且我们东西实际上 都还算赶嘛 是 然后我们要同时 整合很多个设计师 像一本我们大概就需要 大概快十个设计师 因为我们不可能 一个设计师全部做完 太累了 我们分配很多 那很多的话你就要统合嘛 是 这很多 妹妹嘎嘎就会很辛苦 那您中间这个过程 大概多久时间 才完成这第一本 第一本花了多久 因为我们只花了 一个多月 就做出来 哇这样子算是效率很高了 算算算算算算 因为原因是因为 我们那时候是体制外嘛 然后我们到六月的时候 才拿到下许一课本 也就是我六月拿到 然后九月就要发 所以基本上就两个月 但中间还要再加募资的时间 是 所以其实很赶 大概一个多月 我们就要把它做出来 OK 好啦 做出来之后 一定要把这个课本 送到这个小朋友的手上嘛 对不对 对 结果呢 反应如何 我一开始很当然紧张 想说完蛋了 这小孩子一定不懂 然后如果效果不好 怎么办 后来发现 其实很开心 就他们都还看 都懂你知道 他可以说出你哪里不好 可以说出你哪里好 然后他们都很开心 然后更棒的是 我们找到了一个 蛮明确的方案 之前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东西到底是对还错 但至少跟他们 这样交流完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明确的方案 就是每一个孩子 他会对不同风格产生兴趣 其实教育是这样 或是学习是这样的 我们都习惯性 我给你 然后你去学什么 但如果要让一个孩子 学的真的好的话 是我喜欢我去学 所以如果我强迫一个孩子 到美术馆的话 他们都看不懂 像我强迫他看毕卡索话 他们就说 好丑 我一个话比较好 为什么要看这个 可是如果你今天 给他看的东西 是他喜欢的 例如说女生 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男生可能会喜欢 偏机器人 线稿或什么的 他喜欢他就会去模仿 他就会去学习 所以我们确定的 一个方向是说 我们未来走向是 我们风格会尽量多元化 不应该孩子懂得 只有水彩 素描 大家都只碰这些 但事实上现在 素材这么多元 像上次他们最喜欢 是拼贴的方式 课本可以拼贴吗 没有就是 他是拼贴完 就再印出来 不是说直接 要不然这样手工做 像我大跳 我以为课本 没有没有 3D立体到这种地图 没有没有 这样太累了 但是那个 弄出来的效果 那种剪贴或什么 那效果很好 小朋友喜欢 他们就去模仿 这些东西 所以事实上在 设计或是美感 或艺术 他有太多种 展现的方式了 孩子们应该去看 如果我可以很多 那每个小孩 喜欢都不一样 我只要能够 刺激到他 他愿意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好 他会去学习 这个东西才可以 开启他面 因为我们不能逼 他一定要自己去发掘 他只要找到一个 他喜欢的方向的话 未来就发展的可能性 他就会开始去看 渐渐他就等更多 所以你提供的是一个 多元的选择 多元的刺激 也就是回到 刚刚我们讲的说 教育必须要有想象力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 就会有很多魔法在里面 OK 那我一定要问一下 那接下来怎么办 那现在小朋友也看完了 那你们资金烧完了吗 快了 那梦想是不是也烧完了 应该还没有吧 OK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 对啊 应该可以找到更多热情的人 然后协助我们这样子 对我们现在在努力 下一个阶段是要做一些 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之前是只有做 就单本单本 这样慢慢出嘛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想要 让教育部 或是让更多人相信这个可信 所以我们要更有系统 更规模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可能会希望把 一整套完善的做出来 它看起来就会像是一个 真的有计划性的 而不是单本单本 好像实验性质的 对 这有点像说服 刚刚讲设计师一样 对对对 我们是完真的 我们只做一本 对没错 我们要做一系列 然后给这个教育部 或是出版社看到 对 然后让他们认可之后 有可能就可以用在学校上面 是 我们真正的目的 当然不会是一所学校 是 我们真正的目的 一定要推到全台湾的小孩子 因为你看一个孩子 他这12年来 会看到多少教科书 尽管他不用很认真看 老师会逼他把它放在桌上 然后要去看到他 那这个其实就跟 你在看一个 任何一个平面设计 就像刚逛美术馆一样 你这样连续12年下来 他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影响 然后一旦这影响是 全台湾的小孩子的时候 那就很大的差别 例如说 未来他们在做广告 或是平面的时候 他们不会 你就比较不会看到 像现在的竞选广告 或者一些路上 你觉得很丑陋的那种广告 因为他们从小就看美的东西 他不会认可那些 你这个比较长远的目标 大概是怎么样一个 这个目标的状况 我们希望是 5到10年内可以 影响台湾一半以上的教科书 对 台湾现在少子化 应该这个目标更容易达成 希望 不管怎么样了 有一次慕天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整个过程让他体会到 其实有很多事情 当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 他说不要气馁 还是必须要鼓起勇气去尝试 因为只要做了 机会就会不断的跑出来 人类不会因为梦想而伟大 却会因为实践梦想而伟大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陈慕天 也就是DX Youth里面的人物专访中的第一位 如果你对慕天很有兴趣的话 328 那天会在演讲 会讲更多 所以也不妨 也可以参加328他们的演讲活动 今天我们谢谢慕天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